下一個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石油跟天然氣 這也是古代的生物 然後埋在地下 經過一些作用 然後變成液體的就叫做石油 氣態產物就叫做天然氣 所以它叫做化石燃料 生物變成的 當作化石的一種變形 然後呢 剛產出來的石油叫做原油 它是一個複雜的碳氫化合物 這個古時候的交互叫丁類 丁類 古時候交過了 它換混合物 它是一個混合物 它東西很多 很複雜 所以它的處理要用分六的方法處理 分段蒸六 分段蒸六 也是蒸六 所以也是利用肺炎點來不同把它分開 但是它沒有辦法切得非常的細 因為東西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分段 因此出來的還是什麼 混合物 所以它有好幾個階段 有人先分成兩三段 好 比如說六 七叫清油裂解對不對 就是買來清油 再繼續分 清油裡面再繼續分分別的東西來 一段一段做 一段一段做 那麼這個分六的 有人要考那個中間什麼東西 我覺得不用背啦 你只要記得 上面的是肺炎比較低的 容易變成氣體的 下面是肺炎比較高的 會變成固體的就可以了 上面肺炎低 下面肺炎高 記得認識就可以 OK 好 混合物 然後呢 最上面是肺炎最低的 煉油氣 在這裡上層 下面肺炎做的地青 在最下面 剛剛跟你講過 你要記得這個就可以了 記得就可以了 那還有人考中間 誰是汽油 誰是什麼 那個我覺得背那個沒有什麼意義啦 背那個 我覺得背那個沒什麼意義 你只要了解一下這個過程就可以了 就是分六產物 上面是肺炎比較低的 下面是肺炎比較高的 所以上面呢 出來的是氣體 下面出來的是固體 那上面呢 是煉油氣 那下面呢 是瀝氫 這樣記住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有關於分六的產物 分六產物 OK 那麼這些是一些講義上給的名詞 讓你聊一下他在講什麼東西 一個煉油氣 煉油氣就是這個 加一餅丁碗 加一餅丁碗 常溫常壓下來都是所謂的氣炭 加一餅丁碗叫煉油氣 然後剛剛講煉氣又誰啊 氫氣 氧化碳跟甲碗 然後呢 乾熱散物把砸去掉 然後這以前有用煉氣 現在沒有人在用 煉氣有毒 因為有氧化碳 氧化碳有毒 所以以前會說煉氣中毒 是本身吸煤氣就會中毒 現在氧化碳中毒是因為你燃燒不完全 產生氧化碳中毒的情況有點不太一樣 OK 煉氣 然後水煉氣有水的 有水的 燒紅的碳噴水之後 產生的也是氧化碳跟氫氣的混合物 叫水煉氣 煉氣 還叫電磁氣叫乙缺 這國中沒有 國中沒有這玩意兒 高中才會出現 就是把一些名詞跟各位說一下 就是它產生的方式 看看就好 因為基本上國中沒有教乙缺 就看一下就好 這只是一些過去曾經出現在課本的 曾經提過的一些東西 讓你知道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讓你知道一下 所以有個名詞的解釋給你聽 電磁氣的水煉氣產生乙缺 看一下就可以了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它這個乙缺會跟氧 會產生高溫的火焰 叫做氧缺焰 就是現在你們大家平常 以前我在這裡常看到 現在很少看到 有人會拿一個噴槍噴個火出來 噗 燒東西的 焊這些東西的 這有兩種 一種是氫氧液 一種就是這個乙缺焰 大部分都是乙缺焰這種 或者是氫氧液 氫加氧氧液 這樣子做的 OK 石油的利用 石油的利用 好 這個就是汽油 我們的汽車 汽油 內燃機 然後引擎 然後煤油 煤油 燈 飛機 然後柴油 大卡車 那現在的很多汽水改用柴油 那我們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機會提到 因為以前的柴油車噪音很大 震動很強 然後會噴黑煙 所以基本上轎車是不用的 但是現在技術進步了 不太會震動了 也不會再噴黑煙了 也不會再噴黑煙了 所以現在就會有一些轎車 而且至少到目前為止 柴油比汽油便宜 以後怎麼樣 以後是不是柴油車越來越多 柴油就越來越貴了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現在柴油比汽油便宜 而且能源效率比較高 比較省油 所以現在有很多車去改燒柴油 汽車改燒柴油 OK 那以前都是那種貨車才會用柴油 因為它也不怕噴黑煙啊 它也不怕震動比較大 反正反正就不用那麼舒服啊 OK 然後還有燃料有的看一看就可以 好 然後這個要做震報 怎麼 中油的網頁上的名詞 其實叫做震報 那很多人可能寫的是暴震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在燃燒的時候 所產生的現象 那這個震報呢 會降低引擎出力 會傷害引擎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要降低它 我們希望降低一個震報的產生 它是要的產生 那就有一個 震報原因很多 一個球材成分是成分的關係 一個球材成分是成分的關係 所以我要更改它的成分 它有一個說法 這個叫做正根碗 情況很嚴重 它易心碗比較緩和 然後我們這裡就有個做一個 職業做一個比例 就這個 心碗值 心碗值 不是如果你的抗震報程度 跟90%的易心碗 加百倍的正根碗的程度相當 我們就說你的心碗值90 就90 90無千氣喉 90無千氣喉 所以無千氣喉的什麼 92 95 98的值什麼 抗震報的程度 98的抗震報程度比較高 95的稍微低一點 95才低一點 OK 92就更低 那老師那老師通通加98就好 不是 第一個98比較貴 第二個 這個東西要配合你的引擎 壓縮比之類的 所以你的引擎沒有到那個程度 你加98也其實也沒什麼 沒什麼用處 然後只是花更多的錢而已 但是如果說你應該加95 改天加92 那對你的車子就不好了 因為它比較會傷害你的車子 所以車商說叫你加95 你就給我加95 還要你加98你就給我加98 通常是那種雙B那種等級的車子 才會加98 那種高級車的才會加到98 OK 你就知道 考試會考問你這個數字什麼意思 抗震報程度 抗震報程度 數字越大 抗震報程度就越高 這叫做心碗值 了解一下 天然氣主要就是甲碗 還有一些儀碗 考試如果只有一格你就寫甲碗 考試如果一格你就寫甲碗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用管線送到你家具的 家庭燃料 天然氣主要成分是甲碗 甲碗 還有一些是儀碗 少數分是儀碗 另外一個就是桶裝瓦斯的 叫做液化石油氣 主要成分是丙碗 還有一些丁碗 如果只有一格你就寫甲碗 或是這個就甲碗 就是裝在桶子裡面的液化石油氣 然後送到你家裡去的 打電話給瓦斯 然後送瓦斯就這個 就這個 家裡打開就有著 那個叫做天然氣就是上面那個 OK 知道壓恨誰是誰就可以了 背一下 天然氣是甲碗 激化石油氣是甲碗 都是做家庭燃料用的 然後這個石油化學工業 因為石油裡有很多東西 可以提煉出很多玩意兒 所以現在叫做石油化學工業 我們現在生活裡的非常多東西 都是根據石油來的 你的塑膠基本上都是石油來的 你的塑膠成本都是石油來的 甚至你的衣服 人造纖維的 基本上也都是從石油化學工業裡面來的 所以很有用處 就是所謂的石化工業 看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是有關於石油跟天然氣的部分 OK